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正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蒲大人 这是田七感谢大人明断是非之恩的一点心意 不是大人 不是大人 蒲丛林 叫蒲先生也行 其实官府拿国家的俸禄 吃百姓的草粮时局 为百姓办事也是常理 不用言谢 大人请坐 请坐 大人 不 蒲大人 田七是个粗人 只知道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官府把百姓放在眼里 百姓就更应该把官府放在眼里 不然就是魂球 要不然怎么叫滴水之恩 必当用权相报呢 天老地严重了 这钱送令是万万的不能收啊 七儿 你啊 娘 您走 您是官府的人吗 宋灵暂时寄身在官府 你走 你拿上这钱快走 娘 你走 你把钱拿上 快走 如果大人嫌少 就把老婆子这点首饰也拿上 娘 你救过我儿子 这件事到此为止就算了 咱小民百姓和官府两庆 田家不欠你官府的半分人情 大人 咱小民百姓 真的不能欠你们的人情 老爷欠百姓的可以用减税去还 用免除和工杂役去还 用少征地丁曹粮去还 百姓欠老爷的人情拿什么去还 如果不能用银子铜钱补上 就得日后拿义气去报答 老神只有田妻这一个儿子 老神知道田妻这孩子老实 日后人家叫他干什么 他就会干什么 老神不忍心看着他日后 为人家赴堂蹈火 我们为百姓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没有为百姓做什么 百姓只要我大清官吏 能够体恤民情主持公道 百姓就会知恩图报感激不尽了 大娘 我蒲松陵也是草木平民 百姓大多数都是善良的 娘 你就少说两句吧 别让人家蒲先生再难受了 我还是那句话不欠官家的 大娘既然这么说晚辈与狐狸有缘 能不能送松陵几张狐狸皮啊 莫大人 你看这些都是陈年老皮 烟熏火燎 雨天寿潮发霉 虫子咬都掉膀了 我就喜欢板皮 这 都给我了 莫先生 莫先生 放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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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 就不担长了 哪里 放松绑 放松绑 倒上 摘松绑 这么大 放松绑 太多 谷先生 谷先生 您这是怎么了 您不是喜欢 没有毛皮的板皮吗 你在这儿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大人 我呀 想补几只狐狸 给你弄几张 又软又暖和的狐狸皮 你真想报答我吗 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以后你不要随便地捕杀动物 特别是不要捕杀狐狸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狐狸 你是喜欢狐狸皮呀 还是喜欢狐狸肉啊 不是因为喜欢狐狸皮 或喜欢狐狸肉而喜欢狐狸 给你看一段尊化鼠湖 山东主城的县令 秋公曾经在尊化作官 官署中常常有狐狸出谋 前任因为不肯捕杀狐狸 就把后院小楼腾空了 让狐狸们聚集在那里 秋公上任之后 有一天突然调集迎兵 快点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anic 这个龙力全世狐狸 给我烧死他们 要活吗 走 走 这小队下 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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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楼里全是狐狸啊 这一烧小楼倒塌烈火熊熊 忽然有白气一缕冒烟冲空而去 烈火中骨肉横飞 倒看见一只狐狸逃走了 后来丘公刃七块满 他带着搜刮来的银子 在京城里四处打点 谋求升迁 他把银子就藏在一个友人的家里 结果有一个白胡子老人 到督察院告发了他 说丘大人搜刮民财 恪扣军饷 现在正在城里活动升迁的事 银子就放在他的朋友的家里 不信可以去验证 搜 快搜 快搜 好好搜 搜 那边 给我仔细搜 好 搜 这样啊 那边 那边 那边看看 到那边去 好 看这儿有没有 没有 打着火吧 火 把他打下 他 他就是那只没似的狐狸 什么狐狸 狐狸 真是大快人心哪 先生 这是您写的 郭先生 您几次帮我 我田七还没有报答您 您孤身一人在外 应该有个仆人 先生觉得田七怎么样了 田七愿意伺候先生几年 谢谢你的好意 田七呀 宋令没这个福分 怎么叫没福分 也没有规定谁敢有仆人 谁不敢有仆人 田七呀 我是受雇余人 我给人家当师爷 我再雇个仆人 不合适吧 起来起来 我田七不要任何报仇 就是师范无言 田七呀 跟你说也没关系 我是一个避难之人 为了逃避一个恶官的追捕 才背井离乡的 一个避难之人 能有朋友收留已经万幸了 难道还要呼三喝四的叫一个仆人 不合适吧 先生是避难出来的 像先生这样的好人 也会有仇家 这世上有许多是是非非呀 那先生的仇家是谁呀 天晚了 说来话长啊 你还是赶紧回家 免得你老母亲惦记 先生 走 走吧走吧 谢蒲大人 走 走 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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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你是个肮脏的东西 妈呀 老子又不是要跟你睡觉 把门打开 你爹来看你了 客厅哪 我要给老战人接风 你赶紧准备准备啊 去 叫红燕来给我梳头 这不行 拿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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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燕 在我爹面前 你可什么都不要说啊 哎我知道 我想了几天 我有件事儿 你帮我办一下 什么事儿小姐 小姐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主意已定 你照做就是了 您啊 想来就来 不用等那什么非得等什么节气 也用不着 只要打成招呼您就来 他怎么还没到啊 女人事多 打扮打扮呀 来啦 爹 爹 快起来 来来来来 女儿 这都是你娘让我带给你的核桃大枣 知道你也不稀罕就是点心意吧 谢谢爹 我稀罕 我稀罕 小姐别哭了 岳长大人 请入席吧 爹 今天是给老丈人接风 小旭 这香有礼了 免礼 免礼 来来来 干 咱们山东人喝酒讲究痛快 来 干 干 来 女儿啊 慢着 女儿 你也喝一杯 小旭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哪 爹 你不能多喝 爹 你不能多喝 没事儿 在那山洞里 我把三大缸水都喝了 这三杯酒算什么 对对对 干了 我说傅老丈啊 你把女儿嫁给我 那就是调进 你说了 我康人龙 虽说字认不了几个 可是钱 有的是 赶紧你到我这儿拉走两箱 来 喝 干 来 干 你是好样的 刀子把那个土匪给捅了 够仗义 可是最可恶的 是那个穷袖子 扑 扑什么灵 扑什么灵 扑松灵吧 对 就是他 五老三 那的魂球铺盘的儿子 他还在纠缠我的女儿吗 没 爹 女儿在这儿没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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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爹 爹 我先走一步了 你慢慢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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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娘们走 咱们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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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夫人请我 有钱 能是鬼推磨 老爷 夫人有请 夫人也备了一些小酒淡菜 以答谢老爷善待老丈人 好 走 老爷 老爷 我今天晚上 可以在这儿过夜了 老爷 请 不 夫人 你请我 请进吧 慢点 老爷 我爹感谢你 圣经款待我爹 来 这杯酒你喝了吧 我敬你一杯 喝酒 老爷 吃菜呀 再 来 再喝点 夫人 你今天真美 没 其实啊 我这辈子 没想喜欢你这样的 喜欢过一 一个女人 你知道吗 你 你 越凶 我又忘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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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睡在这儿了 帮锤 帮锤 老爷 你们护奶奶呢 天不亮就骑马出去了 还拿着包袱 哪儿去了 跑了 快 快 快 给我追 快 快 站住 站住 快 变得跑了 快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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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这不是什么人不好 下来 给我下来 跑不了了吧 我告诉你 你这匹马是我这匹马的儿子 这叫老马 使徒 跟我藏猫猫的 傅先生 你看看这信 是你老家资川县令康仁龙大人 请孙大人给他买妾的 弟康仁龙闻扬州多美女 眼下贵县正逢水灾鸡民必多 此时物价贵人价贱 帝请托孙大人代为物色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 最好能歌善舞 一经乡中便请买下帝康仁龙不胜垂念 无耻下流 诚人之威呀 这样的县令 难怪蒲先生会与他有过节 这也难怪他会对既恶如仇的蒲先生耿耿于怀了 嗯 那你说怎么办 等孙大人回来再说 暂时不去理他 别见 人家还不胜垂念呢 我们得赶紧给人回信啊 那蒲先生又要一展笔风了 古耿在喉 不吐不快呀 那就给他一个回诈 孙大人回来也不会怪罪我们 因为我们是替他开脱 那我们就以师爷的名义给他回信 好 我来研磨 本县水灾 县令孙大人亲自去湖堤防汛抗洪震灾 康大人所托此事 想必很令孙大人为难 孙大人既为一县父母 有体恤民情抚慰死难 失州放阵的义务与责任 却不能劝民卖女杜荒 卖妻自救 更不能借灾荒为同僚 见驾满妾 否则虽满足了康大人一己之私欲 却令灾民心寒 路人切齿 甚至会激起民愤 如此至上愧对朝廷的信任 下有负百姓的供养 事已不能从命还请见谅 即此众师也代彼 这样行吗 好 讨厌之急 站住 你给我捡起来 你看看 什么啦 对不起啊 我实在对不起啊 我我我 怪了 你得给我赔 大家说 是不是得给我赔啊 不是 啊 怎么赔呀 赔 有钱啊 没钱 你没钱 没钱你不眨眼睛啊 没钱 咱们就去见官 走走 老爷 老爷 我这 天哪 不讲理 不讲理 走啊 你 老爷 你说这 听说衙门里又多了一个师爷 叫蒲松灵 你就是蒲松灵啊 您是 我是宝应的举人 啊 举人大爷有什么指教 不敢 这个混蛋挑着柴火担子 把本老爷的眼镜给摔坏了 哎 吴先生 小人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呀 你瞧瞧 你瞧瞧 嗯 哦 来 嗯 哎呀 戴上瞧瞧 哎 戴上瞧瞧 哎呀 这不行 模糊 看不清楚 那既然这样 您干嘛还非得在鼻梁上挂一副眼镜呢 我是举人呐 举人哪儿不戴眼镜的呀 那还像有学问的样子吗 哼 不管怎么说 这个眼镜是他给弄坏的 他就得赔 哎 哎呀 啊 这很值钱哪 啊 这是上等黄水经做的 很值钱的 啊 这我 不过这镜片没伤没破的 如果还模糊 那这跟掉地没什么关系啊 这 这就算是没伤没破 这忽然掉地上 受这么一惊 也会丧了灵气 跑了精神呢 啊 嗯 举人大爷想得很精细啊 哼 反正 他得赔我 至少也得 八两银子 哦 八两啊 这 这 这眼镜总共也不值八两银子呀 这可是我王举人家祖传的 哼 少一两银子也不行 不行 不行 你赔得起吗 吴先生 我就是柴屋卖锅 也操不出八两银子呀 哎 那不管怎么说 你的柴火蛋子 把人家举人老爷的眼镜碰掉了 他说不对呀 小的原因像这位老爷磕头认错 好好好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不行 哼 举人老爷不受你败 说明原谅你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本举人要的是银子银子 我要的是银子 这样吧 你凭我的字迹到正太前庄去借八两银子来陪这位举人老爷吧 吴先生 这怎么能行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救急之计呀 来来把手伸过来 哦 哦 记住是正太前庄 快去快回 先握紧了拳头 到正太前庄再看 行 知道 好 请问这是正太前庄吧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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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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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赶紧去挣开钱庄看看去 那乔夫上钱庄取钱怎么还没回来 要是怎么还没回来 你真急死我了 君老爷 您稍挨物脏 您歇会 您坐会 我歇得了 回禀大人 郑太钱庄没有见到那个乔夫 什么 这 这 他一定是逃了 这想些人太狡猾了 真是 这样吧 您先回去 以后我对着他我一定让他陪您 我这眼睛 先回去 先回去 您没事 过来坐坐 我又一肚子故事想跟人聊 谁听你讲故事 是夫人哪 听菩先生讲几段聊斋想必也是一件乐事啊 听菩先生讲几段聊斋想必也是一件乐事啊 不要关门 我的聊斋故事不少都充满了凄凉恐怖 关着门要害怕的 听刘孔吉师爷说 菩先生写的情爱故事缠绵匪测 个个多情 人人大胆 可菩先生自己行事却锦耳又紧 甚而又甚 并没有那一种尽情由幸的放浪行骸 这就叫缺什么想什么 特别是那种拥有三妻四妾之人 情感消耗殆尽陷入一种麻痹 而是操守谨言 生活枯燥的人 他的想象力反而活跃 对美好的情感呢 有更多的憧憬 这就是常人说的 穷人常做富贵嘛 难道菩先生只陶醉于虚拟的精神生活 听说先生的笔下有许多狐女 倒都是温柔可爱的 那还得感谢夫人 那天晚上在济南夫人的一席话 对宋灵触动很大 狐女浪鬼 是最适合落魄书生精神上的享受啊 蒲先生可以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私人问题 请 您在夫人之外 就没有想过别的女人 别的女人哪 少府无妻春季末 我画开姜儿当夫人 你看 看这个 这么多 前面看看 来 黄生 你眼睛直勾勾的干什么 娘子 娘子 是神仙吧 胡说八道 你这种人就应该绑送官府 把你的眼睛给抠了 要能把我的眼睛 扔到小姐的马桶里也直了 放肆 好了姥姥别吓着她了 走吧 这是我家葛金娘子亲手调制的灸汤 你把她给喝了 喝下去 我与娘子无冤无仇 她何至于置我于死呢 你怕 既是小姐亲手调的 我与其相思而死 不如喝毒而死 我喝 我 我喝 我喝了 黄生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哈 葛金 快 快给我回家去 用梯子翻过墙去 有红疮的就是我的卧室 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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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何题 走 走吧 走吧 这是什么声音哪 谁把梯子放在那儿了 快 搬走 快 是 什么声音啊 我以为福宝怕与天仙无缘想不到也有今宵公姐哪有这么急的太迟了连鬼都要嫉妒的 葛君姐姐 葛君姐姐 坏了 玉板妹妹来了 快快 快 床下 那儿那儿 玉板妹妹 派君之将还敢再延战吗 我呀 沏好了茶 咱们再下个通宵啊 哎呀 不行 我今天太累了 你这样练练不舍 莫非这屋子里藏了男人 你呀死丫头 静胡说 那好吧 我陪你玩会儿 走啊 快点儿 我去等我 你看 这两个疯丫头 这棋又得下一夜了 走 哎 哎 你不要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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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人祸百歲 伴這是夢 夢是希望珠 夢是湖中花 大夢今昏無敵多風 天夢醉人一場空 笑看喧囂 塵世 獨不歡海迷夢 常夢終會清醒 人間春意晨濃 笑看喧囂 塵世 獨不歡海迷夢 常夢終會清醒 人間春意晨濃 夢 夢是希望珠 夢是我彰化 人祸百歲黑雲 半生是夢 今臨民CLI 3 尿世 獨不歡海迷夢 regul 無